我們南部美食 一定都是大拇指的啦 什麼大拇指 我看是小小小小拇指吧 我們台北的美食才是大拇指 又要來站南北囉 同學來了 南北美食大PK 沒有五個人 但是只有一個人的音量 對… 南北美食大PK 今天就叫PK到底 南部的食物 通常都是偏甜的 除了甜還有也是比較鹹一點 我記得 口味可能稍微重 口味比較重 然後像是台北 北部就是滷肉飯 台南叫肉燥飯 而且一定要 北部好像沒有再加魚鬆 那就不好吃了 你們到南部有看過什麼 台北什麼… 台北什麼…沒有 但是到台北到處都看什麼 台南 蚵仔街 台南肉燥飯 台南意麵 台南米粉 什麼台南溫體牛 可能會不會是覺得說 台南做的可能沒有北部好 所以我們來做做看 對… 做的可能比你們好 所以我們就是 台南溫體牛 比南部的溫體牛還好吃 會不會是這樣 不可能 會不會是就是我講話這個態度 所以我沒有入圍 還在在意入圍 不會是我們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沒有入圍 太在意了 可是我是開玩笑 大家不要當真 對 我們玩笑少開一點 試著看看 微調 要比較不好笑才能入圍嗎 不是 就是 應該入圍那幾個 有每一個都那麼好笑嗎 好 來 我們來問問各國 是不是在不同的地區的 飲食習慣跟名稱 也會有不同呢 其實我覺得韓國跟台灣蠻像的 因為我們南部的食物也是 越南部越口味比較重 就是甜甜鮮鮮的 我爸爸是索爾人 我媽媽是全樓刀人 全樓刀是韓國的西南部的 我有時候跟媽媽一起回家的時候 看外婆 那個外婆每次 而且特別是夏天 煮給我吃一個麵線 很特別 它是 裡面什麼都沒有放 加糖 對 就是煮碗麵線 麵線用冰水洗 麵線再加砂糖 或者是如果不夠鹹的話 再加醬油 不夠冰的話再加冰塊 我們這樣吃的 對 我今天準備了 大家當天給我試試看 從先 從先的 南部全羅道的美食 全羅道的韓國美食 我不行 好甜喔 我不行 欸 好奇怪喔 麵太甜了 不然 我們不怪這個麵 麵線要鹹的啦 是不是我愛你啦 有沒有麻油啊 有沒有麻油 那個外婆應該是超好吃的 太甜 而且它就有點 很像是在吃很閃的 那個湯圓的那種味道 對 太噁了啦 其實OK 其實在炎炎夏日 你這樣吃起來冰冰涼涼 戰勝豔陽 猶如天醬甘露涼 在你旁邊的都不是這樣學的 所以中野獸後面那個 天醬甘露涼 他們兩個不同 女生不喜歡 對啊 他們兩個不同意 我覺得這個甜 不是一般我們吃的那種甜 它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口味OK 只是不應該用麵線 因為它吃起來 其實是很像北糖粿那種口味 可是它用麵線 我們就會覺得怪怪的 對 我覺得這只是口味上的不習慣 並不代表它不好吃 對 OK 要再改良 你講一講法國 對 我們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奇怪的 吃飯的習慣 會狼狽的法國人想吐 我們會把很臭的起司 放在那個麵包上 然後要放在可可裡面 可可 然後可可或是咖啡咬開 你喜歡吃什麼 然後你就會放在裡面 然後吃 然後等一下 等一下 我準備很多讓你們吃看看 不要這樣 你覺得噁心的 然後全體害我們沒有入圍的 沒有 這個很好吃 不會這樣 好 Ken哥 你先 對啊 你真的吃吃看 證明說你真的還在吃 唉唷 這古代你也要先試藥 我小的時候的 你什麼 小的時候 我小時候的感覺 翻譯標準一點 他看我們沒入圍 真的喔 他在吐吐這個 我講到明年的這個時候 好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好不好 來… 不要 不敢嗎 因為這個是怎麼樣 這味道很重是不是 不會臭啊 這樣子聞不會臭 不會臭啊 我 而且我很多人覺得很臭 比如說 比如說拔利人 比如說拔利人會覺得這個很噁心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們鄉下人 那個北部那邊吃這個好噁心 沒有 這樣特別噁心 不要怎麼會抓魚片 入圍的話 因為這個起司不是臭起司 對 它是OK的起司 其實OK 這個起司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完全可以 你沒有沾合的 有啦 我剛剛沾的好吃掉了 因為它的麵包 它的麵包是厚的 如果是薄的話 麵包就會更爛 而且如果它沒有沾可可的話 可能會太乾 它就這樣子還濕濕的 好像還OK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起司不夠臭 起司吃進去 也用那個起司味道後勁 妳會更有風味 但是也不會到臭 我覺得滿好吃的 是不是沒吃過這場的食物咧 好 OK 好 但是今天我們就是要公平共證公開 來一個南北美食PK了 好不好 PK了 規則是怎麼樣的 就是北部藝人們要介紹自己的美食 然後南部藝人也要介紹自己的美食 然後讓外國朋友來投票 想吃北部的還是南部的 好 妳又選到了我們的外國朋友 才可以吃喔 對 選不到了妳不是多數妳就吃不了了 票數多的才可以吃 而且我們這次的餐點 從早要站到晚上 勝選啦 好不好 好 OK 第一回合我們先從早餐開始好不好 好 北部代表有請 厲害了 這個就是 北部超厲害的超級厚 巨無把豬排三明治 而且他每天只限量30分而已 好少喔 而且他是不給人家預定的 很少耶 他有一個時間就會賣完了 他的時間是 9點半前就會賣完 我是親眼目睹的 親眼目睹過 我有在那邊看到排隊的人 真的 而且30分 9點半之前就會很多人在那邊排 在那邊排隊 然後30分結束了 而且不給預定 再來是什麼 整體超厚 6公分的豬排 6公分超多這樣喔 6公分 你這樣哪有6公分 這樣 這樣吧 對啦 你大概就這樣而已 你大概就這樣 不要開這種玩笑 你們這樣怎麼入圍 就不會入圍嘛 就沒有入圍 我就不相信入圍那些節目 沒有開過這些玩笑 他們沒有 他們有 有 我也有看 有抓到 好 來 繼續 因為大家有時候都會說 那種豬排有時候炸的或怎麼樣 但是它要特別的健康 低溫有炸 你看我們北部都會強調營養均衡 要健康 特殊醬汁 與生吐司完美的結合 就代表說什麼 它咬起來的時候 它的醬汁源非常的多 所以你每一口 那個味道都是非常足夠的 OK 不過有一些可能像是沒有沾到 然後就 它就只剩吐司這樣 它沒有 它非常的均勻 就聽起來很猛 我們這個北部代表的敘述 各位外國代表 想不想 吃剩到 超級厚的這個鑄白三明治 想的話就舉起來 都要 全部都想 好 想耶 全部都想 真的好吃 好… 換南部 接下來 手交換 南部要加油了 全部都投北部 我來說嘛 跟她說的 一般早餐如果吃炸的話 會比較不健康 所以我們鹹素雞店 都下午才在賣 還抽自入 就是 笨… 沒有…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南部是這樣子的 我們南部是用蒸的 好不好 我們這是肉包 在地雞推的豹汁肉包 這個…肉包厲害在哪裡 因為我們南部人就是清明 他連價錢都清明 是喔 對 銅板美食只要 30元 30元可以吃到很多東西 我跟你講 基本上一般人家說 麵包或者是那個饅頭 我感覺可能吃10塊就有了 可是為什麼它有30塊 是因為它裡面包了非常多的東西 我等一下一一來跟大家講 來 這個…我們高雄的這一個肉包店 它是我們十大 就是裡面入圍的這個包子店 什麼東西 妳確定 妳要確定 妳要就是只要脫離炸物 妳要確定妳找什麼東西 對… 妳確定 還是妳要把這個納入妳們的販賣評價 我沒有炸過肉包 我有炸過粽子 炸過粽子而已 一定要用炸的 對 然後 前途擔心 對 沒… 講清楚 有…好不好 他有得到優勝 有得過獎 高雄肉包大賽 對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很厲害的是 因為它裡面的肉 它裡面的肉很厲害是因為 它是用那個豬肉 溫體的豬肉 後腿 後腿的部分 看一下 鹹蛋黃 還有鹹蛋黃 裡面還有一個 對 它那個香菇 哇 不是 特別把那個香菇拉出來介紹 什麼啦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般是一個干貝 或是一個什麼一樣的香菇 香菇 不是 因為香菇蠻大的我有嚇到 很多香菇啦 下一個是 是我中文不好嗎 怎麼會這樣子 妳中文好像不太好 對啊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好吃的看點 就皮啦 皮 它的皮就是 然後很 很厚 跟我的能比嗎 它上面沒有寫 對啊 不是…我說的厚就是 因為基本上我們如果蒸完之後 那個皮會太軟 它就薄掉 會濕掉 可是因為它是很紮實的 所以你吃起來它還是有口感的 Q的 對 很Q的 我們的肉裡面 重點是它有帶一點蔥 所以你吃起來還會有一點蔥味 蔥味 南部的肉包超好吃 就一樣 OK 好 你現在講了這麼久 但我不知道外國朋友有沒有聽懂 對不對 好 要投票了 好 剛剛大家全部都投北部嘛 來 最後南北大抉擇 3 2 1 要投南還是北 北…南 只有奶黎不能吃 奶黎 Sorry 奶黎 sorry 我是 妳怎麼跑票 沒關係 沒關係 其實妳只是不想要吃大香菇而已 是不是 為什麼跑票要吃豬排 我想吃大香菇是不是 你是被哪一個吸引的 他覺得滿好吃的 他覺得滿好吃的 Sorry 好 多數 多票者才能夠吃好嗎 來 我們請上菜了 好囉 剛剛講到這個豬排三明治 6公分 6公分的厚 這個肉 這一個拳頭厚 真的 好香 它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 這豬肉怎麼做的 這豬肉怎麼那麼好吃 超讚 超好吃的了 你看它的色澤就是帶有一點粉紅色 對啊 咬下去又嫩 也覺得一點都不柴對不對 因為它是有經過酥肥之後 然後再特殊的炸法 沒錯 而且又炸又豬排 可是它一點都不乾 對 裡面還是有 不乾 然後也不油 剛剛打下來在那邊吃的時候 就覺得很麻煩 因為有些女生可能怕油 好好吃 所以它一點都不油 你再吃它旁邊那個 有沒有 豬排醬 還有起司 跟那個生吐司 我要吐司 那邊那個醬的口味 會讓妳覺得很開胃 這就是我跟你說 那個醬 它是完全 每一口都會讓妳非常有味道的 對 它會生津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的醬吃了以後 妳的舌頭就開始 分泌脫液 而且它一口下去會有五個口感 就它會有豬排很濕潤 然後麵包很脆的感覺 可是它又有很彈牙的那個肉感 我說句公道話 它這個料理的真的不錯 因為這個豬肉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兩倍厚 那麼大一塊豬肉 我覺得要做到嫩 不會老 又要熟 還要入味 就是透過慢工出細活的酥肥 這麼大一塊酥肥 起碼要一個鐘頭以上 超過 然後再裹一層麵 然後再去炸 那個麵包粉是非常脆 非常香的 外面還有一層這個土司 這種加厚的三明治 你會不會有一種感覺 有一個人哪老 找不到這種加厚的吐司 在冠他在煎熬 好了啦 味道真的不簡單 滿厲害的 我覺得它很聰明 它上面有加那個胡椒粒 對 它調味很好 它的調味很好 它上面那個綠色的應該是 海苔粉 因為很少 很少上面會加到海苔粉 接下來我們要這個 我們要吃南部的這個 追敗遊籠的這個肉 對…只有我們可以吃 我們來試試看就好了 吃看看是 南部人… 我最愛吃肉包 來 現在山明治 山明治 山明治太好吃了 你整個把它吃掉 哇塞 好棒喔 好吃吧 它超香的 你們看它裡面的料 因為我怕以後吃 不但是九點半前就賣完 我不可能去排隊 各位 你看這個包子皮 已經厚厚的 而且很紮實的 很像我們做的那個牛奶饅頭 的那種厚度有沒有 它的蔥味太棒了 它用 它就是 它材料就用得夠多 夠好 這一咬下去就是滿滿的蔥味 很棒 吃到香菇了 是不是 你的超大一朵的 然後我覺得他很聰明的做法 是他把這個鹹蛋黃 對 它是散在裡頭的 所以我們不會吃到 一大坨的鹹蛋黃 然後乾乾粉粉的在口中 不斷的咀嚼 這個配置有意思 對 豬的後腿肉 因為它有帶一點點的脂肪 淡淡 淡淡的脂肪 有點油脂 不會扯後腿 對… 然後它這個皮包得這麼厚 它不會讓那個裡面的油脂 外露出來 它裡面散出來的油脂 跟那些配料 再加上那個蔥的香味 非常的豐盛 好 OK 但是平常講 這個南部的也很好吃 對 很好吃 肉包也非常好吃 好 接下來下一個回合 就是因為吃 現在吃完早餐要吃甜點了 好 馬上到下午 為什麼我會吃這麼快 就變成要吃甜點了 下午啦 好…我們來試試看 甜點的PK好不好 好 北部先攻 好 OK 吃完鹹鹹的就要來甜甜的 因為我們女生永遠有另 第二個甜點味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甜點界的愛馬仕 泡芙界的LV 因為它是真奶泡芙 而且會是爆漿 爆蛋 真的嗎 頂藏版口味 先跟大家講 它每天限定 是有十幾種口味以上的 像我們手搖引 琳瑯滿目 真奶 怎麼鐵觀音鮮奶茶 什麼羊汁甘露 蠻果 通通都在泡芙裡面 甚至它會一直變化 有隱藏版的口味 然後每天也是限量 一下子就賣完 再來它可以強調說 它一顆泡芙裡面 就有一杯波霸鮮奶茶 所以 熱量很高 熱量很高 但是幸福感也很療癒 我們吃甜點就是要吃一個 偶爾一次還好嗎 然後讓你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全部都溢出來 限量炸裂 好想吃喔 好 再來就是我剛剛說到 每日限量一定半個小時內會賣完 週一至中午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中天關不了明星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您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讓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分力量